熊约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,咱们人减肥吃点素的,自然而然就瘦了,但是牛却光吃草,就能长一生肌肉。 要知道,长肌肉可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的,草里能有多少蛋白质,但是牛还是通过吃草,长了一生肉,所以这个根本不合理呀。 好奇的熊约,善于用百度,终于找到了答案,今天就给和之前的熊约,一样有疑惑的小伙伴们科普一下。 前面熊约说过来,肌肉的养成需要大量的蛋白质,而牛吃的草里边虽然没有蛋白质,但有纤维素,纤维素是由葡萄糖组成的大分子多糖,不溶于水,即一般的有机溶剂, 而人类的肠胃难以消化纤维素,所以我们不能利用它们,只能将它们排出体外。 牛却拥有特殊技能,牛一共有四个胃,分别是流胃、潮胃、半胃和皱胃,其中只有皱胃才是它们真正的胃,能够分泌胃酸,其他三个胃都无法分泌胃酸,胃酸能够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。 没有胃酸意味着,微生物能够在前三个胃部中存活,所以牛的另外三个胃里边有大量的微生物,就像一个发酵缸。 牛胃里边的微生物帮助它们分解植物,其中难以被吸收消化的纤维素,也会在这里被分解成淀粉、蛋白质等物质。 而人只有一个胃,没有温生物帮助我们分解纤维素为蛋白质。 所以,人类吃素不长肉,而牛长,而且牛体内缺乏肌肉生长抑制素,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动物体内抑制肌肉生长的蛋白质。 鸡肉生长抑制素有相应的基因编码,所以,一个哺乳动物个体能拥有多少肌肉,是受基因遗传控制。 因此,牛就算运动少,也可以有肌肉,所以牛吃草有肌肉,这完全是牛祖宗的功劳。 最后,熊悦在给大家科普一个冷门的小知识,牛由于消化系统特殊,它们会在消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甲烷。 据科学家估计,一头五百千克的牛,一天大约能产生数百生P,主要成分就是甲烷。 看来,养一头牛不仅能解决牛奶和肉类的问题,顺便还解决了天然气烧饭的问题,真是一举三得呀。